工研院举办产业发展趋势研讨会 以韧性社会为主轴 邀请各产业代表对谈 最近让大家对行刮的就是 10月16号台电再度调长产业用电 平均调幅12.5% 研讨会中台电副总经理吴靖忠有出席 工商业界代表就直说 政府一直涨电费会吃掉台湾竞争力 背后反映的是缺电危机 现在外资到台湾来看 主要就考量两个点 第一个有没有地缘政治风险 有 第二个电够不够 不够 所以外资现在到台湾来的 事实上是减少 台湾很骄傲的AI的趋势 就是需要大量的用电 因为要用Data Center资料中心 所有全世界最大的这些的开发商 包括亚马逊AWS微软Google 他们都积极的投入核能发电 为什么因为再生能源的发电已经不够了 投资银行总裁黄岐元认为 台湾要重新省私务实的能源政策 才有可能打造任性社会强化国家产业实力 台湾的整个的能源政策 真的是要以一个比较全面的角度来看 就是整个的政策 就是一定要重新的检讨核能 一定要恢复 否则电是不够的 第二个台湾目前就是缺电 否则经济部长郭智辉也不会讲到 说到菲律宾去种绿电 然后再靠海南回来 第三个再生能源一定要分散 就是光是靠这个太阳能跟离岸风力发电不够的 未来像海洋能像地热都要加紧速度 这三年电价涨了四次 是为了反映成本 让台电的亏损不再扩大 但根据台电财务报告显示 111年在电价稳定准备金回补404亿元后 亏损金额是2200多亿元 112年接受政府捐助500亿元 仍亏损1977亿元 113年透过追加预算拨补1000亿元 以避免民生电价调涨 也在114年公务预算中编列1000亿元 只是台电这亏损何时是尽头 我们未来的情况 面临的情况 就是台电要一直增值 台电本来是3300亿的资本额 到今年已经增值到5800亿 但是台电事实上每年都还要增值 而且要再播布 不然它会倒闭 因为已经负债大于它的资产 所以这个情况会一直跟着我们 台电亏损就像无底洞 涨电费是不得不燃 护国神山台积电 最近召开第三季法说会就提到了 台积电它的全球的厂区 包括日本还有包括美国那边的设厂 台积电现在的电价在台湾的电价是高于他们的 因为其他国家像日本日本平均电价比我们高 但是它对于超高压电力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 台积电电费价格倍增已经是全球营运厂区最高 而在2024年1到7月台电各种发电售电方式中有盈余的 只有核能发电 台电自发燃煤发电和水力发电的 其中盈余最多的是发电占比只有5.9%的核电 盈余推估是147亿元 二屋战争造成的能源价格飙涨已经平稳 也就是台电的继续亏损与国际因素逐渐脱钩 而台湾不断减少核能 再生能源还拉不上来 不止电力危机 电费调涨 还有降不上来的火力发电离减碳更远 我们如果去看今年前8个月的公布的数据来看 那一样还是83%来自于化石燃料的发电 再生能源的总共费率定的非常高 那再生能源日后 它的发电量会越来越多 那越来越多代表意思就是说 台电必须要支出的成本就越来越高 那想想看 如果明年5月17号 核三的二号机停止运转了 那停止运转之后 马上又少了3%的发电容量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台电的成本只会电高 因为核电的发电成本 一度电才1.1元 零核电的代价目前看起来 台湾似乎还没有准备好 核电研议还需要社会共识 政府的能源政策 需要更务实的心态面对 TVBS新闻张正恩王一杰 台湾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